普京將訪華 習近平提極端情況暗示什麼? 北約公佈山東京辦事處關鍵原因曝光 北韓再射洲際導彈 用手機佔座位 外國遊客表示只在台灣可以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芬妮 首先感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13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就是西方學者認為 隨著局勢對俄羅斯越來越不利 北京如莫斯科的無上限友誼 開始出現變化時 俄羅斯在7月12日宣布 總統普京將要到中國訪問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 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普京訪華已經排上議事日程 一旗一驚確定就會對外公佈 今年3月底 在國際刑事法院 對普京發布提捕零幾日後 俄羅斯維星通訊社報道說 習近平在會見俄羅斯總理 維書施經時表示 已經邀請普京訪華 參加10月在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合作高峰論壇 之後 隨著烏克蘭繁工的展開 普京在國內、國外 同時陷入越來越不利的局面 有觀察人士提出 中俄間虛假長久的兄弟情 可能走到盡頭 例如前白宮國安會 中國事務主任何瑞恩 7月7日 在《紐約時報》站文表示 華格納兵變暴露了 普京已經無法保證能長期掌權 習近平本來希望借戰爭 將美國的注意力從亞洲帶走 但相反 俄烏戰爭開始以來 美國及亞洲盟友 在中國周圍建立了更強大的軍事行動 最近在限制北京獲取關鍵技術方面更團結 加上習近平希望拉攏歐洲 來削弱美國對北京的壓制力 但俄烏戰爭影響中歐關係 因此 習近平與普京的兄弟情可能已經到頂 北京有理由利用自己對俄羅斯的影響力 來敦促停戰 但事態的發展 或者與觀察人士樂觀的估計並不一致 英文《南華早報》最新報導說 習近平7月10日在北京會見 俄羅斯國會上議院議長馬維燕科士表示 中方正為北京10月訪華一事作準備 正如習近平訪俄期間對普京叮速的那樣 中俄正試圖改變世界架局 打造所謂的百年變局 習近平不僅沒有放棄普京 最近北韓也頻繁挑戰美韓聯盟 獨裁國家與自由世界的對抗 正越演越烈 觀察人士注意到 習近平最近一個月來頻繁提到 所謂的極端情況這個概念 例如在5月底國安委會議上 下令做好最壞最極端的準備 承受風高浪及甚至驚濤海浪的重大考驗 6月初又在內蒙古講到 要確保國民經濟在極端情況下正常運行 當人家不開門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自己還能活下去活得更好 視頻人魅普12日在自由亞洲發表評論指 外界不能小看習近平反覆 談到極端情況這個現象 正如《華爾街日報》相關報導的標題所說的這樣 喊出極端情況 習近平正為中國陷入衝突作準備 魅普分析說 習近平說的極端情況 可能暗示以下幾種狀況 第一 中國可能會面臨供應鏈斷鏈的最惡劣情況 其次 習近平的意思是 中國可能會碰上台海衝突事件 甚至台海戰爭 他要軍隊做好備戰 再有 習近平還可能暗示 中國會因為俄烏戰爭的最終結局 而陷入最惡劣境地 微譜最後總結說 以上幾種情況都顯示 習近平非常擔憂的問題在於國家安全 換句話說 習近平擔憂中共政權安全 未來譜經如果訪華 是否意味著中共將進一步參與俄烏戰爭 而這會導致對中共的進一步打擊 值得關注 在海外社交論壇上已經有人提出 如果習近平參戰 或者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援助 這樣便能看到北約正式入場 戰爭教育將有大變化 北約為抗衡中共與俄羅斯 原本計劃通過在日本設辦事處 來加強北約與印太的夥伴關係 但立陶宛領袖峰會上 因為法國總統馬克龍的強烈反對 最終公布刪除了相關內容 北約7月11日至12日 在立陶宛舉辦領袖峰會 根據《日經亞洲》報道 會後公布原本寫入 將繼續與日本政府討論 在東京設辦事處 經過多次討論這句話 都被保留下來 唯獨在最終討論時 因為極為重視與北京關係的法國強烈反對 這句話被刪除 法國總統府相關人士7日 告訴《日經亞洲》 北約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以美國與歐洲為集體防衛區域 在印度太平洋地區設立據點並不合適 報導指 中方一直強烈反對北約在東京設辦事處 不排除北京對法國等進行遊說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曾在1月訪日期間 提出在東京設北約聯絡辦事處的可能 4月北約向31個成員國提議 在2024年開設東京辦事處 但法國總統馬克龍多次公開反對這計劃 擔心必須在華盛頓與北京之間旋邊站 在這次北約峰會期間舉辦的公共論壇上 才是中國、北韓、伊朗、俄羅斯等獨裁國家 世界阻止中俄佔據主導地位的唯一方法 是保護和促進我們的價值觀 就在美日韓軍事首長在夏威夷舉行三邊回談之際 北韓又在7月12日發射洲際彈道導彈 飛行時間約74分鐘創下紀錄 引發周邊國家關注 韓聯社引述北韓黨部勞動新聞13日的報導稱 12日發射的是火星18洲際彈道導彈 這也是北韓今年第二次試射這款導彈 北韓聲稱這次試射最大飛行高度達到6648.4千米 在4491秒內飛行約1,001.2公里後 稱准落入北韓東部公海上的目標地點 報導提及金正恩也在現場 並威脅稱在美韓放棄敵對政策前 北韓將持續採取更強勢的軍事行動 美國國務院北韓特使金星榮 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州局長孫悅建宇 以及韓國外交部朝鮮半島和平交涉本部長金建 在北韓試射後進行了電話商議 並譴責北韓嚴重挑釁朝鮮半島和國際社會的和平穩定 台灣人經常在獨自一人用餐時 用手袋或手機等隨身物品來佔座位 一個習慣令外國遊客頗為吃驚 三立新聞12日報導 台灣餐館常見的音樂系 餐桌上只擺了一部手機 周圍客人默契地自動避開那一桌 這是獨自用餐的人 去餐桌點餐時用來佔座位的方法 外國遊客將這個畫面拍下 並發在網上 配文表示 全世界敢用手機佔位的國家 只有台灣 一位來自美國的遊客 表示自己見過這樣的情景 可能是用餐的人需要取餐 或者訂垃圾 必須離開座位 所以這樣做 他稱台灣比美國要乾淨得多 而且相對較安全 好了 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 Gotham 加地 大町 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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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 加地